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担心中共治下的医疗设备不足 疫苗有效度不够 未来三个月期间 中国可能60%的人口 或者说世界人口的10%都将感染新冠病毒 而且染疫死亡的人数可能高达数百万人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星期一表示 病毒在中国传播存在突变的可能 并对其他地方的人民构成威胁 但还有一件大事 现在中国人似乎无暇顾忌 那就是经济 因为人不能没有钱 也不能没有饭吃 某胖在文章着急了但根本问题没触及中这样写道 这两天经济会议的事啊 我几乎没有看见一个人对这个问题关心过 大家都说不能直埋头拉车 不抬头看路 说的是 但到了关键的时候 我发现大家还真的不看路了 这个经济会议和以往任何一个会议都不一样 现在经济啊 真的要玩 真的急了 所以 此次会议透露出来的信息真是很重要 开篇就提内需 可问题是 处内需 老百姓手里啊 要有钱 钱从哪里来呢 而且要消费 也得有时间 老百姓的时间又从哪里来呢 一天到晚累个半时 谁还有精力去消费呢 接下来就是扯优化投资 结果把房地产这个业壶啊 又拎起来了 中国经济身上两把刀 就是房地产和电子商务 房地产抬升了所有行业的成本 让实体经济奄奄一息 电子商务类似于历史书中所说的低价倾销 进一步摧毁了实体经济 这么多年 为什么一直就看不明白了 这时候还搞房地产 我真的要晕死在厕所里 上上周得房地产企业受信 两万亿 碧桂园就趁机刨售股票 直接套现五十亿 请问寡头这样玩 老百姓谁有信心 而且房地产已经被送进了ICU了 现在你要他负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 又开始提吸引外资 这个呀 叫更无厘头了 三星苹果为啥要走了 还不是因为你不忘初心吗 你的初心是啥 消灭私有志 外资来你这里投资的先借条件是什么 一是投资环境宽松 二是没有可能的风险 现在你这里不仅全力的手到处乱伸 要求外资建党组织 转让技术 今天玩环保 明天玩消防 后天玩安全 然后还有一个死亡税率 你的投资环境咋样 你心里难道没个数吗 至于说可能的风险 你今天要打仗 明天跟老毛子 后天跟胖子眉来眼去 国际民退不说 还动不动就历史文件啊 过时无意义 你这么不讲信誉 人家外资不怕吗 你一直公文啊 就能灭了教育培训市场 接下来你还要灭谁 医疗还是互联网 就你这今天一出 明天一出的 谁还敢投资呢 关于创业 这个更搞笑 谁敢创业 这三年来 多少创业者 亏得连裤子都没有了 有多少创业者 上了信用的黑名单 而且你这里一点退路也没有 没一点保障 创业 一旦创业失败 就是声名狼藉 一丝无佐 创业那不是找死吗 至于说促进大学生就业 防止规模性反平 这些在我看来 说说而已 一个行业都砸完了 外资都跑了 去哪儿就业呢 去当村官吗 有工作他们自然不会反平 现在工作在哪里 你可告诉我呀 最重要的是防止金融风险 这个说给谁听呢 所谓金融风险说白了 就是债务太多还不上钱 可问题是债务在哪里了 不都是铁工机城头债 房地产惹的货 铁工机除了个别线路 比如金户广深是赚钱的 大部分都是无底洞 先不说西部 东北的高速 高铁 根本就没几辆车 光是港珠澳大桥 每天赔的钱就海了去了 这可是珠山脚啊 城头债我就不说了 大部分是左手换右手 拿了自己的地 卖给自己 然后找银行贷款 接着发工资 支付政府的开销 花准 爽 忘了一点 要还的 现在要还了 还不上 这就是金融风险 怎么说的呢 这次会议给我的感觉就是 他们似乎没有认识到 问题出在哪里 基本上是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外面不跟我们玩了 苹果花旗 普标都撤了 那咱们那就玩内需 咋玩呢 稳住房地产 重开教育的口子 可问题是 再玩房地产 那些寡头 拿到了钱 跑路走人 怎么办 再玩教育培训 还要不要教育主权呢 以后你的政策 还会不会改变 更重要的是 因为要玩经济 又重提尊重市场经济 保护知识产权这些了 问题是 还有人傻到心理吗 其实啊 现在关键是怎么做 你不仅要有短期规划 还要有长期战略 你要建立信心 这个信心 是什么 不要再喊什么 消灭私有志了 不要再喊什么 准备打仗了 不要再喊什么 斗争思维了 不要再跟 俄罗斯 伊朗 朝鲜 阿富汗 这样的流氓国家 瞎混了 别大规模 园外了 咱们真的是 没钱了 这些问题 如果能改 重回 原来的改革开放路线上去 大家自然就有了信心 你在法律上跟国际接轨 下面就有了操作的空间 可是 但 可是 这些 有吗 更关键的是 企业家都去哪了 反正我不关心别的 我就看李超人 沙斯回来 马爸爸 沙斯回来 我不相信虚招子 就看实在的 大家可以看看拜登同志 人家老说他呀 老年痴呆 可是人家搞制造业 尤其是芯片的回归 那人家 可是一门子亲啊 可问题是 人家招数复杂吗 一点不复杂 给钱 给地 给安全 保障 这次经济工作会议 透露出来的信息 还真的很多 看得出来 急眼了 但是这么急 影响经济的根本问题 没有解决啊 比如 还要不要跟美国对抗了 要不要满世界撒钱了 要不要保自私产权了 私有财产了 要不要跟美欧日 立马重启 山林谈判 要不要修复 与澳洲 韩国的关系 要不要放弃 打仗的念头 要不要解决 分配的根本问题 那就是工会 社会保障 劳动法 这些问题呢 当前经济的困难 并不全是由疫情造成的 有外部环境的影响 但更重要的是内部结构问题 要真正转换中国经济发展的功能 必须修复 与美国的关系 找到新的 内生 增长点 而这里最关键的是 拿什么改革 如果这个问题不启动 开多少次 经济会议都没啥子用 现在已经到了不改革不行的地步 现在最需要的是信心 这信心不仅是外部对中国的信任 还有内部老百姓的安心 但十年折腾 谁的信心 还能熬这么久呢 几乎所有的知名 外资服装品牌和运动品牌 包括阿里达斯 赖克 优衣库 都已停了 中国的直属工厂 代工企业 也纷纷撤离中国 而消费领域 几乎所有的外资零售企业 都逐步离开了中国 更大能不可思议的是 肯德基麦当劳早在2016年 就已全面退出了中国 你看到的肯德基麦当劳门面 不过是中资持有的特殊经营店 更为重要的是 电子信息制造业龙头 外企三星 富士康也在加速撤离中国 郑州富士康园区 功能的撤离 逃离 不知康 还能继续在中国待下去吗 虽然外资企业 占中国企业不足3% 但创造了一半的对外贸易 30%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的利润 30%的税收收入 在北上广深四大城市中 广州的外企占据全市工业总产值规模的 62%以上 在上海外资贡献了三分之二的工业总产值 而外资对深圳经济贡献更是高达70% 可以说外资企业乘起了四大一线城市的蓝天 外资撤离 直接影响数以亿计的老百姓就业 有数据表明 2013年在外资 韩港澳台企业就业的人数达到峰值的2963万人 到了2014到2015年 在外资企业就业的人数分别为2955万2790万人 到了2016年 外资企业就业的人数更是下降到2666万 这些年 外资企业的就业人数一直在下降 在中国经济持续下行 就业岗位持续萎缩的今天 很多人已经很难再找到一份看起来不错的工作了 实际上按照官方估计的数量 中国全部外商投资企业 希腊的直接就业的人数远远不止2000万 而是超过了4500万 国内还存在大批依赖外资深层的供应商 上下游企业 除列估计 受影响的人数应该以数亿计 如果外资撤离的趋势不能遏制 数千万甚至上亿的防卢卡卢们 数千万嗷嗷代苦的留守儿童 千万百法苍苍的空巢老人又如何安身呢 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依靠货币放水 土地垄断 政治因素所促成的房地产盛业 支撑其经济的长远发展 当实体经济凋敝 外资企业纷纷逃离 这片土地最终只会增加更多的失业人口 在极寒和绝望中挣扎 危机的发生 可能就像灰溪流一样 突然扑到了你的面前 当你察觉时 或许一切都太晚了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收看